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 我三月的时候有出一瓶瓶秒 就是沙巴的阿嬷 那这一批是 卖家是说是三彩的种子的后代 三彩种子的后代 那其实你可以看一下种子的状况 我是上版 我是出瓶直接上版 那经过了现在大概已经到快到六月 将近快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两个多月的时间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现在已经长出新叶 好像这个是新叶 新根都出来了 但是状况保持得非常非常好 因为我这里的环境 如果采用一个全杆全式的状态的话 种的其实不会差到很远 你看这个 我这一版上了四个 你可以看它四个 那其实现在这个状况 都已经长出新叶来了 所以表示它已经稳定了 稳定了 这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它根也出来 你看它根也开始在爬了 那经过其实春天其实是最好上版 所以那时候三月初也是一个 很好上版的时间 因为那时候上版 其实现在就会有根 而且会有很稳定的根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版 我总共做了四版 但另外一版懒得拿下来 这个也是 你看这个也是 那其实我用的方法很简单 用一团的水槽 然后绑上线 像这个是用线的 对不对 那绑上线呢 绑上去以后 然后保持全堪全市的状态 这时候呢 过一阵子它就开始长叶子 像这个也是新长叶子 这也是 有没有 这也是 那就开始长叶子 那这个呢 你看它就是一团的水槽 这个是在前期很重要 保肥保湿用的 保肥保湿用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直接上版就要 你只要都人 要直接出品就上版的话 你就要给它一群的水槽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因为 因为呢 这个是它保湿的一个重要的成分之一 那你看这个是用线绑的 OK 来再下来 这一颗也是 那基本上呢 我现在目前知道死了 只有一颗啦 那其实基本上都 其他颗都没有什么事情 而且根都已经来了 所以上版时间跟时机 还是蛮重要的 而且它现在的新叶 其实还蛮好看的 而且带有一些小营业 那这个呢 只要你有看到长新叶 放心根 其实就蛮安全的 基本上不太会继续出 你除非生病死掉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版哦 好 这一版绑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一版比较宽 你看这上面是两颗 对不对 两颗 那它现在都来新叶 来新根 你看这个新根都已经 跑到旁边来了 那新叶都来 这它已经来第二个新叶了 你可以看它这个叶子跟 出生叶明显的长不一样 这个叶子长非常大 比较圆 跟出生的叶子明明 明显的长不一样 那这也是 这也是出生 这也是开始长的叶子 其实渐渐的开始 如果你想现在切板 这样切开来以后呢 上面就会变成独立的一板 下面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一板 所以前期我会这样中的话 就是看你要不要切板 像如果你想要把它分开的话 是现在就要分了 因为它已经稳定了 那稳定的状况 现在跟开始就乱串 你看现在开始乱串 但是因为呢 我是想要把它中成一大板 所以我就没有理它 好你看看这里 这里也上了 这边可能有四个苗以上 因为那时候小苗比较小 所以把它绑在一起 那现在也开始活下来了 那其实有些人 大部分人出来的时候 就是出屏的时候 会用1.7寸盆去种 那以我这里的环境 不行不能用这样种 因为这样种的话 会烂光光会死光光 所以我这里采用模式 都是出屏就上板的模式 虽然长得比较慢 但是相对而言 我在这里比较安全一些些 那像这个也是 这个中间 这个就绑两颗 你看左右两颗 那这个呢 其实你看它根也是开始出来 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 你只要看它长芯 也长芯根 是不是就开始稳定下来了 所以你看这边有两颗 然后这边有四颗 就六颗 然后七八九十 然后另外一版有五颗 十五颗 然后在另外一版还有四颗 那在另外一版还有一个五颗 所以大概在二十几颗附近 那全部里头有一批是最小的 最小的 然后把它绑在另外一版上 好的 这个是另外一版 这个这一版呢 其实因为它比较宽 所以我种的比较多颗 你可以看 它其实就是像左右两颗 那这个其实种上去以后 现在已经开始在长根了 如果你要切板的话 现在就要切了 那后面这个板子是 日本块木吧 我记得 那时候跟人家买那个 废材的 所以它便宜很多 那这种日本块木非常的耐 那闻起来会有一些小小的块木箱 好 那这个呢 你看它 它的新叶已经长出来 这个就是新叶 经过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长出来新叶 这也是 这也是 然后它现在要长第二个叶子了 OK 那接下来这两颗也是 你可以看它根部都已经慢慢的出来 像这个都是新叶 这是新叶 那其实呢 它们的浇水模式很简单 每天呢 浇一次水 把它全部浸湿 然后就不理它了 那喷肥跟其他的兰花一起喷 所以肥料的状况也是一模一样 只是浇水的模式是一天一次 其实其他也是一天一次 都晚上浇 那你看这个星叶非常的漂亮 成为白 还有点银色的感觉 因为这一批好像看起来有点银色 我还蛮期待它这一批的花 因为它之前他们所开出来的花 不像是现在市面上的沙巴个体 野的非常多 野的非常多 感觉就不像是市场型的沙巴 那感觉就漂亮很多 好 那下面这个就中四颗 有没有看到这个 因为那时候比较小颗 所以把它弄在一起 这个比较麻烦是中间那两颗 到时候要怎么把它分开 你也可以不分开 可是到时候一定会挤在一起 就是这样子 好 你看这个根已经开始下来了 所以要切板的话 可能就要快 但是我这一板可能没有要切板 就是一大板这样中 把它中满满的 中满满的 那这个下面就是两颗 所以它其实是好几颗组成的 你看这个2 然后这边有4颗 就是6颗 然后7 8 然后这里90 这边就10颗了 那另外一盘有5颗 一盘有4颗 那还有一盘也有4颗 所以加一加大概是20颗附近 那除了这几盘之外呢 还有一个是之前非常小的 非常小的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像这个还是非常的小 就非常小 那这个非常小 是因为你那个出 它给我的是中母瓶 中母瓶一定会有这种 很小很小很小的东西 这种就很小很小的个体 那目前呢 看起来也有活 这种有长新叶 大概就没有问题了 像这个也是 这也是 这个也 你看这个新叶都长出来了 过一阵就长新根了 那这两颗就看看运气了 因为这两颗太小了 好 那这一颗也OK 那所以呢 这种的出屏模式很有趣 因为大部分人家出品 大部分都是拿1.7吋盆 不会拿 不会直接给它上板 那为什么会直接上板 是因为我这边的环境问题 如果我拿1.7吋盆重的话 在我这边一定死光光 因为我这边的胶水模式 比较容易太湿 那太湿的状况呢 就会烂根 烂根就会死光光 所以我这边的模式 就顺着我这边的胶水模式去做 因为我这边全部都是以上板为主 所以照理说呢 我这边的胶水都会是一样的 那胶肥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吃的肥也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呢 成长状况也会跟其他的状况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要出品的话呢 要随着你的环境去做决定 如果你是用盆子比较 但是盆子比较快 要记得盆子速度绝对比板子速度快 板子速度就慢很多 但是板前速度安全很多 就看起来好像是前面的时候 会有点缺水缺水的感觉 可是过一阵子你会发现 他们会习惯这个环境 蛮有趣的 你看这个叶子其实非常的漂亮 新叶非常的漂亮 那长起来就跟旧叶完全长不一样 就是粗厚很多 那它下一个叶子会再更大 更大 那这种垂直型的种法会有个缺点 到时候上面会把下面盖住 所以到时候还是一定会拆 就是等到长好的时候 到时候再拆 把它拆到其他地方去种 那但是如果你会担心的话 你可以前期就把它切开 就是把它前期移开 因为这时候只是让它先上来 它像这个根部都还没有 应该还没有上板 像它已经上板就不太能动 像它应该都还没上板 这时候都还可以移动 都还可以移动 那你可以移到其他地方去做种植 只要能活下来 大概就会很稳定 像只要出根 只要长新叶都很稳定 所以为什么春天是一个 很适合上板的天气 一个时候的原因 就是这样 你看我三月上板以后 就来新根就来新叶 所以就稳定下来 所以这一批的死亡率 几乎是没有 我记得只有死一颗两颗 一颗左右的状况 那总共应该可以留下 二十几颗以上的状况 那所以非常的稳定 那些现在慢慢的 你会发现 它的稳定下来以后 它的涨的状况 非常的不错 你看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 那它的日照呢 其实是放在中日照的环境 中日照可以晒到太阳的环境 但是只有晒到一个小时多左右的时间 那大概在清晨的时候会晒到 那等到它再大一点的时候 我就会换环境给它 它这种其实比较适合强日照 那等到它再大 等到它再长个两个叶子左右 我就慢慢的会把日照加强 让它去呈现一个比较强日照状况 它会成长得更好 所以还是要随着不同的品种 跟不同的环境去做调配 小苗当然不能接受那么强的日照 但是它可以如果你在中日照状况下 它其实可以长得不错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低日照状况下 它会长得非常的慢 所以其实你要衡量一下你的日照 真的差很多 因为我之前有把那个Sirelia 丢在那个非常低日照的地方 它可以半年都不长 但是它也不会死 非常的有趣 就是你会发现它不会动 但是它也不会死 就是日照会影响到它的那个成长的状况 所以在成长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尽量注意一下你的日照环境 那个会非常明显的影响到它成长的状况 好 那这个就是三月上版的时候 现在目前的状况 你可以看出平就上版 其实也可以种的还不错 但是这个是比较另类的种种法 很多人大部分还是以盆子为居多 因为盆子速度比较快 但是盆子控制比较需要技巧 真的因为你的环境如果是像我这种喜欢浇水的 没事在那边浇浇水 每天至少要上来一次浇水的这种人 他就变成说你盆子的话就会烂光光 所以尽量的话就是符合你的浇水节奏 假设你的浇水节奏就是一个礼拜浇个一次两次 两三次那种那你就用盆子 那如果像我这种浇水节奏就是我喜欢每天浇 然后这种的状况呢 我就建议用板子 板子长的状况也是不错的 那这个就是出屏就上板 非常有趣 那OK好那大概是这样子了 那这一批我还蛮期待开花 这一批大概可能要后年了 明年不知道开不开得了 这种大小不知道要探看 有说不定有机会 这两颗说不定有机会 这种大的说不定有机会 但是机会渺茫 后明年应该不太可能 后年应该就会有了 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